你好,今天我想通过我们学过的几个经济学原理,给你对当前几个跟新经济有关的热点问题做出分析,从而给你说明隐私权的分配和共享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我要说的第一个观点是,个人隐私的信息,谁用得好,最终就会归谁。 在前面我们在讨论产权的兴起的时候解释过,对资源的产权不是从来就有的,有许多资源是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才发展起来的,比如在挖掘开采技术发展以前,地下的资源就不算资源,没有人意识到它们存在的价值。 在飞机发明以前,领空权的概念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没有谁能够从天上影响你的生活。 而隐私权的出现,是在美国1965年,人们为了推动避孕技术的普及,绕过美国禁止使用避孕技术的法规,而生造出来,最后得到美国最高法院认可的概念。 而今天,由于电子技术的普遍使用,社会积累了大量关于个人活动的数据,这些数据的采集,保存,抽取和使用,一下子变得非常方便了。 这时候人们就会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隐私权受到了莫大的威胁,保护个人隐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事实上,我们今天跟谁在一起,听了什么,看了什么,自己说了什么,买了什么,准备要去哪里,对什么感兴趣,下一步的人生规划是什么,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什么,都已经早就暴露无遗了。 到底谁应该掌握这些隐私的数据,成了公众热烈讨论的问题。 在前面课程的讨论当中,尤其是在科斯定律和产权治理的部分,我们解释过,一种新生资源的产权,最早归谁所有,并不是很重要,因为随着人们博弈的展开,竞争的深化,交易费用的降低,资源就会有一种从低效用途转向高效用途的趋势。 那些比较善于利用这种新生资源的人,他们会想方设法,通过解说,劝诱,补贴,推动法律的变革等等方法,把新生资源的使用权抢夺回来。 既然是这样,我们在一开始给新生的资源界定产权的时候,就最好考虑到这个结局,如果一开始就把新生资源的产权界定给使用价值比较高的一方, 那就能够节省后续的许多折腾的成本,推动资源的有效利用。 个人隐私这种信息,究竟应该归谁所有,有两种不同的思考角度,一种是出于传统上对公正概念的理解, 说这数据既然是个人的,叫做个人隐私,那就应该制定严格的法律,限制它被个人以外的人使用。 从这个角度出发,人们就很可能会制定严格限制个人信息使用的法律。 但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考虑问题,那就是个人隐私的信息,其实早就被暴露出来了,早就被收集,保存和使用了。 我们应该面对这个事实,预见这场关于个人信息争夺战的结局,以结局为导向,制定相对宽松的,关于个人信息使用限制的法律。 在我看来,个人隐私信息肯定会大量的产生,除非你拒绝使用智能手机,拒绝利用互联网技术,拒绝使用电子支付,而且拒绝上街,因为街上都是摄像头,而且都配备了人脸识别的技术了。 除非你这样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否则你的隐私早就被暴露了。 我们倒是要权衡一下,隐私暴露,它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好处和坏处权衡,我们才会知道改进的方向。 隐私暴露的一个重大好处,就是人变得可信,大数据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各种状态,尤其是他工作,交友,收入,支出等信息,判断一个人的信用。 而更重要的是,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信息被采集,自己的行动受到某种监测,自己的信用受到评估以后,他也会有积极性矫正自己的行为。 这时候,一个人的信用程度不仅会被彰显出来,而且会得到进一步的有意识的提高。 全民的素质,社会的和谐,人际的互信,都会使得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下降,效率提高和财富增长。 我们简单地对中美和欧洲的电子商务发展做一个比较,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个趋势。 欧洲对个人隐私信息的使用有严格的限制,而中美的规定则比较合理,比较宽松。 欧洲的电子商务发展就很慢,而中美的则很快。 这是我们在讨论个人隐私信息使用的规定的时候,应该慎重做出选择的问题。 我要跟你解释的第二个观点是,大数据应该率先由大公司使用。 现在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说大数据时代,数据都是可以免费共享的。 数据是一种公用品,一个人使用不影响别人使用。 数据使用的编辑成本为零,数据资源已经极大丰富了。 经济学上对稀缺性的假定已经不成立了。 常常有人提这种观点,我对此不以为然。 确实,数据是一种公用品,一个人用不影响别人用。 但实际上,原始的数据是没有价值的,至少说是很难使用的。 数据必须经过分类,整理,清洗,对接,评估,它们的使用价值才逐渐增加。 而这些工作都是要付出实质的成本的,只要是这样,它们就不会是免费的。 我们前面讨论过灯塔的故事,灯塔发出来的光线确实是共用品,一个人用不影响别人用。 但灯塔的建造和维护是需要成本的,所以灯塔提供的服务也不可能是免费的。 在英国,过去很长时间里,灯塔的使用费是由码头来代收的。 而更重要的是,数据和电脑、手机等实物资源不一样。 我把电脑或者手机借给你,当你归还的时候,我很放心,电脑和手机已经回到我手上了,你那儿不会有了。 但数据呢?数据一旦借出去,就不存在还回来的可能了,它永远在别人手上了。 正是因为这样,人们在分享数据的时候,要远远比分享电脑和手机的时候更谨慎。 现实的情况是,哪怕是在同一个公司内部,不同的部门之间对数据的分享也是非常小心的。 同一个公司内部,数据都不可能随意的被所有人分享。 更何况公司和公司之间,公司和政府部门之间呢? 所以,在讨论大数据的使用问题上,我们不应该抱有太多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应该实事求是。 要增加数据分享者之间的信任,减少数据一旦分享出去就被滥用的可能。 比较好的办法是先由大公司和大公司之间分享数据,因为一般而言,他们的行为会比较审慎,他们担负的社会责任会比较大,保护个人隐私信息的技术和规范都比较先进,出了问题追究起来也比较容易。 我要给你解释的第三个观点是,共享经济不是免费经济。 共享经济的兴起不代表所有权和使用权不重要了,相反,它是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得到更好的保护以后产生的一种新兴的现象。 共享经济自古以来就有,出租车是一种共享经济,酒店是一种共享经济,电影院是一种共享经济。 许多人一起分享一辆车,一个睡觉的房间,一个娱乐的场所,这当然是共享经济。 但它跟今天的共享经济区别在于,那个时候只有法人,只有企业,只有公司才能提供这样的分享服务。 背后的原因是交易费用很高,人与人之间不互信,得通过特殊的制度安排,才能使双方达成交易。 而今天共享经济之所以兴起,共享经济这个概念所特指的一种现象,是私人也可以参与到供应者的行列中去了。 过去,我是不敢贸然地把房子借给陌生人的。 今天有了大数据,有了个人隐私信息的共享,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的成本下降了,陌生人不再真的是陌生人了。 你可能不认识他,但你知道有人认识他,能把他找回来,他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时候你就愿意把房子借给他了,这时候你就愿意用自己的汽车送他一程了。 共享经济的兴起,恰恰是私有产权,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的结果。 我要给你解释的第四个观点是,共享经济不仅更好地解决了潮汐落差的问题, 而且他也减少了贫富差距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城市交通当中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交通风骨落差很大的问题。 上下班期间对出租车的需求很高,其他时间很低。 出租车的数量不论怎么定都不能两头兼顾。 要么过多,要么过少,共享经济解决了这个问题。 大多数的互联网约车都是兼职司机提供的,高峰期他们参与,低谷期他们离开。 风谷之间的落差就这样运平了。 更重要的是,从需求者一方来看,过去人们只分两类,有私家车的人和没有私家车的人。 而今天,由于互联网约车的心情,这种区别变模糊了。 自己有轿车的人,他们可能一年能做200次,但没车的人呢,他们通过互联网约车,一年也能做上50次,100次,150次。 他们资金的差距也被运平了。 这个美好的结果,也得益于我们前面所讲的,个人隐私信息的有效共享。 好,我来给你总结一下。 今天,我运用我们学过的经济学原理,讨论了四个相关的问题。 那就是个人隐私的信息,谁用的好,应该归谁用。 而大公司能够用好这些信息的可能性,要更高。 共享经济并不是免费经济,相反,它是私人产权得到进一步保护之后所产生的新生事物。 而共享经济不仅有助于调节供给上的落差,还能减少需求者贫富之间的区别。 今天,我留给你的思考提示,我们已经看见共享房屋、共享轿车、共享自行车都是比较成功的案例。 除此以外,你认为还有哪些商品和服务,是特别能够在共享经济当中获得成功的。